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Jimmy 然后我们这次为MakerFair东京2022准备了掌位 然后这个掌位主要就是这四个部分 那么首先这就是我们的M5的一个家族 那么这个家族主要就是几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就是介绍我们M5State的一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Modular 5x5CM的一个可以堆跌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么通过这种不同的模组可以组合成一个产品 那么沿着这个体系我们就发展成不同的一个主机 包括有这个Steep的系列 有Atom的系列 还有油票的系列 还有这个Coin 这个墨水瓶的系列 还有防水的 以及这个Station也是刚刚上的一种全功能的一种主机 那么后面的话有不同的扩展 包括有不同的功能的这个模组 还有底 还有以及Face的系列 Face的系列这一个是黑色的 我们准备要做一个升级 做成黑色的款式 那里面会做一些更好的一些修改 让它变得更加的稳定和可靠 那么这是Steep的一个系列 有不同的一个头部的扩展的Head 以及还有它像Barserval 以及这个Sandwich C 是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扩展 那么这个地方是个Atom的一些扩展 包括有HDMI 以及这些很多功能的这种底座 以及大一点的Atom的应用 还有PoE Cam 以及像这个AtomMate 也会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上这一款 然后呢 还有像我们的摄像头系列 有ESP32的摄像头 然后呢 也有这个K210的摄像头 以及这一个是Linux系统的这种摄像头 然后呢 这里是还有Unit Unit其实也有很多 我们这里只是有一部分 就是有小的Unit 以及这种大的 以及这种485 或者说电压采集 还有像这种 就是我们的KM的通信的模组 OK 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M5 未来半年或者一年左右的一些新品的计划 包括有这个Code S3 那么Code S3呢 现在就是应该会在今年的年底 就可以上架了 那么这个S3系列我们一共计划有三款 包括有Stick S3 Stick S3呢就会比以前的就会更加的厚 但是它的功能呢会比较的丰富 包括我们也加了更大的电池 就是有更多的扩展的Io 然后也以及它也是用了这个触摸屏的 那么这个Aton S3呢就是一个是LCD的一个小的S3 所以它应该也是非常的好看以及好用 那么这个CM4Stick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跟这个树莓派的CM4去做一个融合的合作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 其实它的尺寸呢就是一个CM4的尺寸 所以说其实非常的小 那么屏幕也是触摸的能够做到all in one的一个设计 这个的话我们目前已经计划也是在年底争取能够完成它的上架 那么这个也是正在做的一款叫做AirQ 其实里面也有一个ESP32的那个芯片去做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监测 OK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些一些模组的计划 包括有DMS DMS呢也是很感谢就是在日本的那个Love Young以及几个工程师的帮忙 这个是我们的可以运行的一个demo 那么已经功能非常的完善 非常感谢日本工程师的一个帮忙 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S轴跟Y轴的一个距离 然后来发送信号给这一个DMS的设备去做它的控制 这个是它的S轴 这个是它的Y轴 这个是它的Y轴 OK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RCA的一个项目 也是可以用来产生这个video以及audio的一些信号 那么这个是四应八澳的一个多路的控制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双继电器的一个电路 还有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HDMI的新的方案 这里也是得到了日本工程师的帮助 OK 这个是我们的Panel 就可以以后大家可以做一些结构啊 或者说盒子的时候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一个Panel 更加方便的固定 包括Code Code 以及TUF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两款 一个是摇杆 然后一个是这个encoder的一个C的一个配件 那么还有像这个Firmal 2 我们也是跟Love Young的一个深度的合作 他也帮了我们很多 这里也有一个Firmal 2的一个演示的一个案例 包括这个HDMI的输出 都是得到了日本工程师的帮助 OK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Bar Angle 还有Bar Encoder 以及Unit Base Unit Base就是说它里面也集成了一个ESP32的主控 也有一个通信的模组 那么可以就是这一个Unit可以替换不同的Unit 来实现一个远程的数据的采集或者控制 OK 那么我们还会上的就是包括有这个Bar Server的一个Unit 它能够控制就是把Bar Server的驱动做成一个Unit的样子 那么还有这个Bar C Bar C 已经拖了停仓时间了 对我们会争取快点把它上架 还有这个Atom File 我们也是正在找这个Alpha的User去把它调得更好 然后再去卖到卖给我们的用户 OK 这里还有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Akita老师帮忙做的这一款ESTPort for Code 2 那么也这里也是他的亲笔签名 非常感谢他来到我们M5公司去参与这个研发 OK 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ATOM M5公司去展示一下 所以这个也欢迎各个使用者给我们一些意见怎么去做得更好 OK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拿来到我们去开机造成的 请导演讲一下 在大面上的新产品 可以的 谢谢你 好的 拜拜